脱得軟啊 創修佬 脱得軟啊 創修佬 脱得軟啊 創修佬 創修佬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創修佬 歡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小八科 各位家庭觀眾 你們平時DIY手作洗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 例如做一些膠板 你會發現很難去做 無論用戒刀也好 用鋸也好 都會發現要把它割到適合的形狀 是很困難的一件事 為什麼呢 因為你用戒刀去割 當然是不能割 戒刀用來割刀 因為你們用足夠工具 如果你要割膠板的話 你應該用手刀實施 都好像戒刀那一款 不過它的名字不是叫戒刀 叫做勾刀 這個刀如其名 它的頭來講就是勾 它怎樣可以割到膠板呢 它的原理只是這樣的 就是這個勾在膠板的表面 就不斷地把膠刮走 刮到一條坑出來 日子有功了 你就可以刮到越來越深 深到你可以割斷位置的時候 這個膠板就可以很容易切斷了 勾刀的用途就是這樣 你們要記住 你們要割膠板的時候 千萬不要用菜工具 不是劾刀 是這把勾刀才對 今天的生活小百科就到此為止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